HELLO 大家好 我是初远門就會遇到下雨的 色狼 阿恰 歡迎收看本期的瑟瑟Blog 這一集呢 我會帶著兩捲複屍電影底片 分別是不同感光度的250D與500T 来到台北西门町 西门町捷运站出来就是徒步的商店街 不巧今天是个下雨的天气 下午商家开门一夜后 路上逛街的人却很少 下雨天虽然没有充足的阳光 拍出来的照片不够艳丽 色彩也不太好看 但是你有撑闪的路人 下雨的湿气 还有被雨水浸湿的街景 招牌的灯光 透过沉沉的雨水 进入相机镜头 最后留在底片上 呈现散开的光晕 使用250第一日光片 会呈现出冷掉的高色温 让原本湿冷的街道 更加冰冷 使用炉用团灯的地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也没发现镜头起雾 于是我就这样得到一张雾蒙蒙的照片 这场雨从早上下到晚上 似乎没有要停的意思 我来到老天鹿卤味旁的 Fu Fu Cat Cafe 这是一间充满猫咪的咖啡店 客人可以一边撸猫 一边悠闲喝着饮料 在店内不能使用闪光灯拍照 所以我使用了500T灯光片 捕捉这些猫心人的身影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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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电影片拍出来的色彩 总会有一种特别的色片 与现在手机拍照 讲求的颜色还原 与HDR的风格不同 底片会在户外日光 阴天 室内光线温度的不同 而有着不同的色彩曲线 各位会喜欢这两卷富士电影底片的色彩吗 欢迎有在拍底片的观众 在本影片下方留言分享 你曾经拍过哪些电影底片 与它的色彩表现 以上就是本集色色Vlog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节目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我是Saran Acha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by bwd6